好 道路消息来看到 寿风厂迟滞道路在封灾过后 造成护栏破损 那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呢 就争取了3000万元的预算 打算要进行迟滞路 以及白暴溪的整修 那么也预计在今年底前可以完成 近日在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 争取到3000万元相关预算 进行迟滞道路白暴溪的护栏修护工程 对于用路人的安全是有所保障 那这一次呢 好不容易也得到了一笔经费 就是大概3000万 包括我们此次道路跟 这个白暴溪的一个改善工程 那我想这一次呢 借由这一次的这个复栏呢 这一个整修之后呢 那我也希望说 因为这个此次道路呢 其实也蛮多游客也好 以及自行车 这个爱好者 跟我们步行的这些爱好者 都会走这个此次道路 但是我们两旁的这个树啊 一边靠三边的是灵物局 那我们根本就没办法 灵物局跟我们的收封相公所 以及我们的观光旅游处这样 的一个集处来做一个维护 但是靠三边的是灵物局 那通常呢 灵物局它会管制的相当的严格 那是不是请灵物局他们能够自己来施工 或是他们委托我们的收封相公所 那因为这条道路呢 其实看起来非常的杂乱哦 尤其是落叶 两旁的树叶相当相当的多哦 然后加上我们的树呢 非常的茂盛 那你没有修剪的话 感觉非常非常的凌乱 那这个此次道路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 如果说我们周边的环境没有改善好的话 其实对地方的一个门面不好 那我们也希望说相关单位能够借由你们的一个工作的岗位上呢 能够为我们地方来付出 也让我们地方感受到说 这不管是哪一个单位 灵物局也好 相公所也好 观光旅游处也好 希望能够把这个位置呢 就此次道路这个部分呢 能够来整治更完美 该条道路的通行车辆相当多 县议员许雪玉就表示 7公里的此次道路 对于当地乡亲在行驶上的安全有所急迫性 能够解决边坡的滑动以及道路排水问题 都必须全面性的检讨才能够解决长期以来 该条道路三不管地带 让周边的杂木影响到了景观 这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记得林杰 寿风箱采访不到